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马可福音》十四章一至十一节 过两天就是如月节和除教节了 祭司长和律法教师 仍在找机会要暗中逮捕耶稣 把他杀死 他们都认为 不能在如月节期间下手 恐怕引发民众的骚乱 此时 耶稣在百大尼 哪个曾患过麻风病的西门家旅 他正在吃饭的时候 有个女人拿着一个精致的雪花石瓶走进来 瓶里盛着昂贵的唇拿达香膏 他破开瓶子 将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 直上有些人狠生气 他们问 为什么浪费这魔鬼种的香膏呢 卖了他 还能得到一年的工钱 可以用来周制穷人 于是 他们就严厉地窄备那女人 耶稣却说 由他爸 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为什么责怪他呢 总有穷人在你们当中 只要你们愿意 随时都可以帮助他们 可是你们却不常有我 他做了自己能做的 为安葬我而预先高没了我的身体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福音传到普天下的哪个地方 都要纪念和述说 这个女人所做的 后来 十二门徒之一的家略人犹大 去建制司长 要把耶稣出卖给他们 他们听犹大说明来以后 都很高兴 答应付钱给他 于是 犹大就开始找机会出卖耶稣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无名的女子 第十四章讲到 耶稣设立圣餐 以及他的备卖 开头的十一节经文 谈及耶稣身边不同的人 祭司长和律法教师 想捉耶稣 又大决定出卖主 这些人是宗教领袖和耶稣的门徒 全部都有身份 有地位 连请耶稣吃饭的 我们都知道 他是曾经患过麻风病的西门 经文中出现的所有男性 都有特定的身份和名字 只有一个 是经文中唯一的女性 这位女子没有身份 也没有名字 连他用香膏膏主 也惹离其他人的批评怒怒 但是 这个无名的女子 却是耶稣所维护的 主甚至宣告 门徒往普天之下传福音 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他在世俗历史中 可以说是 直直无名 但是在上帝的救恩历史中 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他 无名 无地位 被人斥责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 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 但是 因为他对主所做的 普世的传道者都要纪念他 现今社会崇尚名利财富 人人都拼命建立自己的事业和地位 争取更高的投降 但是我们要小心 不要单单为外在的虚名 而去做某些事情 这位女子提醒我们 即使不被人认同 都应该尽我们所能去服事主 或者是奉献 或者是关顾 或者是传福音 今天 就找一个机会 默默去服事主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